几把单发狙的硬核测评都做完了,今天来一个总结篇,分析一下单发狙应该怎么选,你最适合哪一把单发狙 首先从伤害角度来分析,正常一档就是地图的四把单发狙,都能一枪秒杀满血二级头的敌人 但对于三级头和三级甲很乏力,伤害最强的一档就是三把空头单发狙 都能一枪秒杀满血三级头,两枪秒杀满血三级甲 其中AMR最为变态,打载具还有伤害加成,如果追求极致的秒人快感,那AMR肯定是你的首选 接下来就是射速了,射速方面最快的是伤害最低的云94,只有不到一秒的射击间隔,容缩率更高 接下来就是M24的1.4秒和AMR的1.53秒,98K和木星大杆紧随其后是1.63秒 射速最慢的是两把空头单发狙M200和AWM 所以如果你喜欢射速快的枪,地图单发狙晕94,M24和空头单发狙AMR是首选 换弹时间方面,不装弹匣时差距都不大 但需要注意的是AMR不能装弹匣,换弹时间长达4.6秒,这个有点慢了 所以注重换弹速度的话,还是建议98K,木星大杆和M24 接下来是狙击枪比较重要的子弹出速了 四把地图单发狙完全相同,都是最低的 三把空头单发狙还是M200最快 高达1304.35米每秒 AMR紧随其后,有1111.11米每秒 AWM和他们的差距有点大 只有810.81米每秒 注重子弹出速的,肯定是空头单发狙最优了 但容量方面基本都是5到8发 晕94最多M24,M200,AWM也不差 另外三把就只有5发了,容错率有点低 配件方面,晕94自带2.7倍镜,剪刀就能用 其他的都需要减瞄准镜 需要注意的是,云94和AMR不能装消音器 对枪界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总结,把所有属性综合一下 小伟认为地图单发狙中,M24的综合实力是最强的 射速中等,能装枪口和弹霞 伤害也是地图单发狙最高 优先选M24,其次是云94 但云94大部分地图都不刷 沙漠图虽然刷,但因为是远战地图 云94的2.7倍镜力不从心,还是不建议选择 空头单发狙中,综合性能最强的是M200 其次是AMR,最后是AWM 但差距很小,用哪一把都不会错 小伙伴们,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小伙伴们,对此你们怎么看呢